上次提到 約室原生家庭的問題 是造成主角約室被輕掌賣的原因 究竟約室的原生家庭問題在哪裏? 而家庭的問題 又怎會導致約室被賣? 約室的家庭裏 兄弟之間出現問題 主要的原因是輕掌對約室的疾度 而造成輕掌對約室的疾度 是因為他們親生的父親雅各一夫多妻 造生下了同父二母一共十二個兒子 但親生父親雅各最愛的妻子 就只有是約室的親生母親 所以造成其餘十個兒子 就是一個既是關係複雜 又不健康的家庭裏成長 雅各那十個兒子 自幼的自我形象就已經很低 又缺乏安全感 十個兄長自我形象低加上是沒有安全感 都是造成日後 約室被疾度和被排擠 還有就是約室年少又無知 經常來向父親告發輕掌的罪行 引致到輕掌更加之痛恨約室 十輕掌自我形象低沒有安全感 除了造成疾度、排斥、約室之外 加上就是輕掌他是很擔心、也很害怕 父親終會一日將家族的繼承權傳給約室 引致到雅各十個兒子為了爭父愛 又為了爭繼承權 於是乎就疾度約室、排妻約室 甚至乎有殺他的念頭、賣他的行動 頂姊妹 人出生之前 有很多東西的確是不由自主的 我們不可以來去選擇 自己出生時候的父母是哪一個 自己出生排行第幾 在什麼年代、什麼家庭背景來出生 不過呢 人出生之後 並不是一樣東西都可以沒有選擇 或者是沒有改的 當然 我們沒有辦法指去改變我們的原生家庭 但人是可以有自由去選擇 用什麼的方式 用什麼的態度 用什麼的想法和行動 去面對和處理 就好像故事當中雅各這十個兒子 雖然他們沒有辦法指來去改變 他們出生的家庭背景 例如一出生 就在一個一夫多妻制的家庭裡來長大 一個父親的愛 同時與幾個不同母親的兄弟來分享 而自己的親母 又不是父親自愛的妻子 十兄弟至少就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來長大 頂姐妹 雖然現實有很多人和事 是沒有辦法指隨著自己的心意 來去成就或改變 不過我們是可以改變我們自己的 改變我們自己對人對事的想法和看法 也有自由來選擇自己的反應和行動 例如 約室的十個兄長 雖然是沒有辦法指改變自己的原生家庭 但他們可以有自由來改變他們自己的 例如 對親底、約室的質度、想法 以及對親底、殺和賣的反應行動 不過人的確是很軟弱的 就好像聖經的拜子和墨子的比喻 墨子給這個世界周圍的拜子來影響 墨子的成長受到身邊 拜子的影響變得非常受弱 人其實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聚的世界的生活 不能單靠著自己的力量就勝得過聚的人有 約室的兄長就好像這個例子 他們竟對親底來動殺機 大家試想一下 約室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人 大家回想一下當年自己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們說了究竟有多少錯的話得罪了人 我們又做了多少錯的事來傷害了人 我們說錯話做錯事 絕大多數原因是因為當時年少無知 少年時期的約室當時的思想也非常簡單 他自幼就深得住父母的愛 他從小到大都無需要主動來去爭取 因為至少他就得到父母親完全的愛 但是他十個兄長就很不同了 這十個兄長至少就知道 自己的母親並不是父親的最愛 當約室出生之後 就更加讓這十個兄長感覺到非常不安 他們的不安是因為缺乏了父親完全對他們的愛 以十兄長為了爭愛、爭權、爭利 以至到有殺親底的念頭 甚至埋親底的行動 約室和家人生活了一共十七年 可以想像一下 年輕人 自出生到他十七歲 在身邊的家人 有極之愛他們的親生父母 但同時也有極之恨他的兄長 兄長恨約室的程度 竟然嚴重到是要殺他 故事講到這裡 有沒有引起大家什麼的聯想呢? 大家會不會有一個疑問 對於原生家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連這些負面影響 又會帶來有多少嚴重的後果呢? 下一次我會和大家再來深入探討 約識的原生家庭負面的影響 所帶來有什麼的後果 大家可以去除衛生家庭 大家可以去除衛生日美年 h ya